我爸妈吃了一口说句好吃啊 这蛋糕很像凯斯令的水果蛋糕 其实它的原名叫橄榄油胡萝卜蛋糕 是我家欧巴最拿手的一款蛋糕了 这个方子已经用了八年 做法简单 不用发酵 不用洗面 准备工作只要二十分钟 一起来看看吧 材料 胡萝卜一个约150克 擦成仪 鸡蛋四个 白糖150克 橄榄油190克 低筋面粉190克 桂皮粉两茶勺 熟和桃仁90克 泡打粉一茶勺 香草香精一茶勺 一把蔓越莓或葡萄干 模具25厘米10厘米 做法 一 把鸡蛋搅拌均匀 不要打发 避免起泡哦 二 将糖分四到五次倒入鸡蛋慢慢溶解 三 倒入橄榄油混合 四 把面粉 泡打粉和肉桂粉过筛混合 五 混合切碎的核桃 磨碎的胡萝卜 蔓越莓干和香草香精 六 在面包模具上轻轻涂上橄榄油 然后将面团填满到80%左右 七 烤箱选择180度 并在低烤架上烘烤55-6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小技巧 胡萝卜只有用手磨碎才好吃 用搅拌机口感不好的 如果表面膨胀 开裂 焦黄后 用牙签或筷子戳一下 如果不粘面糊 就说明熟了 出炉后快速震一下蛋糕 马上从模具中取出 不然脱模很麻烦的 佩服老公每次脱模都很完美 他说配料 食材 温度 刻数要严格按照标准做 才可以达到完美脱模 这个配方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年 希望分享给爱美食的有缘人 谢谢观看与支持凯特 Kate在韩国Vlog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分享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